The president has given me all of 10 days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mperor's role in the war. It's not black and white. Your skies were filled with kamikazes. Millions died in his name. I don't care what you have to do. Perform a miracle if you must. Bring me the emperor.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部片很好看 那么过去我们都觉得说 他们投降了以后 是麦克阿瑟的这个功劳最大 但是看了这部片以后 我发现说其实底下的这个准将 他才是最大的功臣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天皇他本身 虽然说当初他可能是不得已发动这个战争 但是最后和平的结束 却是因为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让人感动的 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主题宣示 大概就是正义跟复仇跟报复 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感觉很相似 但是人们也常常混淆 所以看这部电影里面 可以从历史的事实看到 如果用政治智慧来解决历史上 很难解决的一些历史难题 看这部电影呢 其实给了非常多的人 对于当代的处境有很多的一些感受 所以我相信呢 看这部电影之后 你会想到台湾的混乱 你会想到世界的混乱 而这些混乱的场景 这些混乱的所谓夹缠不清的一些正义名词 或者是历史名词 或者是所谓权力上的各种包装的名词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部电影 得到一些适度的开悟吧 这个开悟会让我们觉得 得到更多能量跟智慧 来解决我们身边的这些困境 它不是黑暗和黑暗 你的海外是沙漢的 有亿亡在他的名字 我正在做最大的决策 它将决定的未来日本 我全部有 我看不见证明 我无论什么你必须做 做一件事如果必须 带我去英国